會有怎麼樣的內容帶給我們的航線已經是起飛囉 而在這次的比賽啊 LIT好像今天的...怎麼講 除了他們吃雞那把覺得是運氣加實力都發揮之外 其他把就好像普普通通 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在練一些什麼樣新的戰術喔 不知道阿森你覺得如果一支隊伍他們真的排名很前面 他們有這個餘育、有這個分數或時間 可以來練新的戰術 那他們通常就會用自己的戰術去打 然後可能成績上沒有那麼亮眼 但是他們卻吸收到一些新的打法的資訊嗎 目前看起來LIT他們已經沒有什麼太過於明顯的戰術漏洞 需要去補強了 至少原本的內容去打的話 增加執行面的熟練度就夠了 分別是前中期的偵察位 像是剛剛上面地圖面對到GX在豪宅區域的人員掉落 以及面對到AHQ這邊的人員掉落 其實再去做修正 或者是他們的小組搭配能力跟攻堅細節 剩下這些環節 因為LIT目前看起來是一個還蠻完整的隊伍 因要說的話目前LIT還有一個選手 尾鴻的數據面不是不如另外三位成員來的這麼的亮眼 這可能也是他個人單兵突破 能夠再往前挺進的一個關鍵 這個12號隊我剛剛還在想是誰 沒想到就是LIT 這邊KNS就跑去撞LIT了 重點一直都會是圍繞在載具的爭奪上 前中期的發育都是如此 是這邊看起來載具趕快先搶一下 然後LIT這邊應該也是有來到其他的地方 去把自己物資給收集 剛剛也看到有載具上的移動 嗯 是來看一下囉 而且LIT他們好像選手的造型都用的還蠻一致的 對啊可愛的兔兔裝 都是兔兔裝 是看起來不錯不錯 對這個中秋節已經這個烤肉已經過了嘛對不對 哼我看到這個白圈嚇死我了 喔~~ 右邊的極端圈 這一圈裡面現在也沒幾隻隊伍 代表說雖然說這是雪徒 我們覺得前面很無聊 但這場比賽看起來應該是不太無聊喔 雪地地圖本來我覺得就應該要多出現這種圈 它才有辦法加速到整個比賽的內容的進程 所以目前看起來這一圈對於KZ戰隊來說 是一個還蠻舒適的優勢圈喔 希望他們能夠好好把握了 對來看一下現在畫面則是帶到了 我的QTO的YOU 目前是來到了野區 成功打掉前面的小狼 今天我怎麼好像看到小狼都是比較 哇但這個頭還是被HL老球給拿下了 作義工了啊 欸這造型 他造型好可愛喔 我喜歡這個 哇這個造型這個熊熊 然後配上這個雪地也太適合了吧 看我還有隱蔽色耶 只是他的頭也太大一顆了 你說躲在樹裡面會不會很容易被發現 但是對於雪地地圖來說那個保護色 我覺得很夠耶 很不錯很不錯 哇左邊空頭獎勵出來了 大家記得來輸一下這個QR Code 以及是下面的序號碼 那這邊 真的我覺得這隻熊啊 大家如果有這個取得方式的話 也可以進上去取得一下 我覺得可愛造型之外 這個保護色也蠻不錯的 包含是現在老九他的衣服其實也是有一點 另類保護色 GX現在面對到的是Q戰隊好像已經出手了喔 連續守雷的嘗試還編掉了人員 Q戰隊現在不知道剩幾個人左邊的Flag條一直在刷 畫面上一切回來應該是殲滅了 我剛剛看到的是這個好像Steve嘛 然後Milk嘛什麼都已經倒了 應該死三隻了喔 Q戰隊 我剛剛看好像有三個不一樣的名字被刷掉 嗯 GX 剩一個鄧凱了 完蛋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應該是GX一波抱團的打電 直接吃乾媽淨喔 哇 結果 現在殘存了一個人只能來到了比較北邊的地方 GX現在先拿了三分 今天我們看到一些比較明星級的隊伍 包含LIT啊包含AHQ啊 或其他一些隊伍都有所掌握的 GX今天看起來也是需要來開湖一下喔 才對得起就是他們的這個名號嘛 是還有AG 其實這兩隊原本都有屬於自己的吃雞的局啦 你還記不記得沙漠地圖GX 然後以及AG戰隊其實也都有幾把是可以關鍵吃雞 是在學弟地圖 對 都能吃雞的 對 他們每一個隊伍 其實前幾段前幾名的隊伍 他們在每一局都會有一個 還不錯的 timing 把握好的話 吃雞的可能性就會往上飆 對對對 雖然說就是PUBGM 我覺得雖然是就是那種大逃殺類的遊戲嘛 有時候會覺得 是有點運氣成分 但是我們的場次很多 場次多了一疊起來 就是你能不能把握住每一次的這種 細節的部分 是 本來就是 這種有運氣成分的遊戲 就會隨著 場次去減少它的波動 運氣的波動 所以強者他長期打下來的數據面 就會是強者的數據 是 這個很明顯 所以 騙不了人的 我覺得數據是會說話 騙不了人 了解 所以我很喜歡會拿一些 數據面的東西 跟各位觀眾朋友們分析 因為有些東西 你光是看可能不會有感覺 對 真的就是要有一個強氣的東西來講 來看一下這裡 是 麗智 跟前面的 我們的K7戰隊 的成員 我不太能理解 這個timing選擇 跳色 哇 LIT又是一波的 風橋了 他每一次掃車都能掃下人耶 對 而且是MBO16 幾秒的方式在做掃車 又掃掉了一名成員 是 JWP這邊 滴滴直接是被掃掉 然後前面 呃 K7戰隊那邊的 阿迪也倒 嗯 現在已經有兩名成員 紛紛倒下 是 你不得不說LIT 他們在掃車的把握程度 真的蠻高的 對 這種掃車我覺得要練的難度也是 就是也是有點高 因為如果你說什麼丟雷 這可以自己開一個自訂房 或什麼 呃 來到一個定點然後來練 但是如果掃車的話 還需要有一個 有個在移動的物體哦 嗯 而且跟他的這個握把 如果用的不一樣的話 那個壓槍的感覺也不同 是 就你的一些靈敏度啊 或是一些 你的這個 這個操作的部分哦 嗯 呃 這邊看到Coco 直接是轉點到了我們的 這個偏向南邊的地方 其實UNG整隊都在 整個雪地圖的很難端哦 這是蠻維持以往UNG的跳點 Coco是承襲了之前 UNG雪地圖的那一套拿出來做使用 了解 發育地這一塊 哦 LIT Winter 還在等待一個機會 是 呃 VG戰隊的話已經在前面這邊 卡好自己的位置哦 所以Winter這裡 如果能夠成功的去觀測到更多情報的話 才能讓隊員去做散點 但其實他們這個位置好像 也不那麼容易能夠拓開往前去 進攻 因為是一個以低往高去打的情況哦 他們看起來現在這一把就打算要打慢 然後呢 看看能不能夠收一點費用是過橋的人員 少幾隻是幾隻 但他們要主動打點的可能性 由低往高搞 打是難度蠻高的 紅 哦 現在 欸 旁邊看到一個落單的 結果 選擇這個timing直接單打 而且第一拍直接拉手雷 應該是 以紅的把握度應該是有辦法直接帶走 很準 哇 配合上隊友 小七 嗯 一收 一架 QZO的兩名成員的速度反應有點慢哦 他們 讓隊友去單打的時間點有點太久了 哇 相當的可惜哦 他們選擇在原地架槍 而不是 靠近圍牆位 再往前站一點點去限制敵人 這樣會讓自己本身的隊友 AA 一打多 直接被帶走 對 這有點 這個很像 放生了 對 就是放生隊友給人家騷殺擄掠那種感覺 來看到這裡 是UNG直接在胚車撞點 他們知不知道裡面有人啊 應該得知到了 是 Rose這裡稍微有點卡住 不過沒關係 先用頭植物來看一下點二樓的位置 二樓的手雷拉好 丟了一顆 瞬爆 其實我覺得打這種建築區的戰鬥 你可以不用丟瞬爆 是 你就丟一顆 然後往上踏 你丟那一顆的位置不會佔人 就可以很好打 Coco夭射成功收掉一個 而且是爆頭放倒的 放倒Galaxy 嗯 後面然後Rose一個轉身 現在在門外有一波的碰撞 Rose現在先進入被引導 這裡 後面掉到的是蘇德龍 呃 直衛 敗佛 掃射成功放倒了 前面UNG的優衣啊 哇 這邊要出去邊嗎 哇 還好隊友有補到槍喔 來到了是凱瑞 PSTR Drop shot 這是第二組耶 PSTR怎麼人員會在 這個timing啊 而且 自己剩餘的成員好遠啊 阿富 也太遠了 這裡 是只能趕快陪車跑掉啦 嗯 嗯 對相當可惜 我覺得對於 剛剛UNG來說 他們蠻仰賴這種 超快速本能的高壓戰鬥 就是 在 在這種 欸 欸 火力車 等一下這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個火力車真的是不給火路耶 下車直接回頭開扁 不是 他一定 阿富一定在想 後面是什麼東西 然後一彈頭就四個槍 對著他爆開 完全沒機會 K&S在這一把打得相當的嗜血啊 很兇殘 這是一個人開車 三個人是直接探頭拿槍去 呸你的那種感覺 對 XPG 真的血清 最後一名孤狼位 Meredar Jupiter 剛剛也是被掃下一隻 現在 三名成員還健在 看看這一波有沒有辦法抓得到 他本身 哇 拿到DBS喔 這個距離的 限彈槍發揮相當恐怖喔 來看一下他的DBS 是 能夠 帶走幾個 直接探出去打 很可惜 育苗位沒有抓好 還是被帶走了 是 差一點差一點 他沒有等待對方進來 是想要先抓個機會 因為你先peak的話 有機會1v2次 欸等一下 這個 這是 自己的雷 丟歪了 沒事沒事 躲掉就好 嗯 XPG在第15名的位置 然後淘汰 飛揚 哇 對方這一邊 第一次新勢力的 出去的點位 我覺得 完全是很白給的走位 對 他完全被卡住 然後旁邊的人包過來 應該要sigby了 而且他們本身丟了那個騷 擋住了自己的進攻路徑之外呢 對方繞了一個圍牆位 又成功的 靠著圍牆的凹洞 製造出了一個面向的槍線 又再放倒對方 我覺得 立志 這近起來 打起來的 PMPL的內容 跟PMC差太多了 他們PMC打得比較冷靜喔 是 但PMPL打得就相對的 比較 粗糙一點 很可惜 比較 這個 亢奮一點 嗯 對很可惜 哇 就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是有這邊的ND PG1 要來對上剛剛在旁邊山頭的對手 但打一打之後是選擇收槍先拉掉 是 看起來 Rurina路人A應該是難逃一死就不了了 要放生了 H band 欸 一個轉身 直接收下一顆路人的人頭 很有自信喔 你看H這邊的選手就是180度 打完再180度拉回來 沒有任何的猶豫 對 就開車就直接看到你眼底後面 然後下車 不不不 直接把你帶走那種概念 H這隊伍的戰鬥速度一直都很快 一直都有點太快 但是就像是殺不住的摩托車一樣 哇 像這樣子 GENH你的剎車 他還是要選擇單打 補鬥 我覺得很可惜 踩不住的剎車 結果自己就直接衝下懸崖去 塞個拜 直接塞 上西天了 但這裡的話 正面對決 PG1也被帶走 哇 這邊人數優勢其實慢慢處理 不用這麼快的話是有辦法二打一啦 剛剛有一個人幫GENH補槍 GENH對槍輸了都不至於被鞭死 這是我覺得AG 目前戰鬥出來的一個內容的問題 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對 因為確實如果他們 穩一下 這樣子 對中會多一個人 然後一樣也是 99%的機率 我覺得可以收下剛剛那邊的人 對 有的時候你再多等一些些 讓隊友到位的話做補槍 我覺得這個重點 一直都是會戰的重點 不然的話你1v1 你反而是會讓對方有很好的機會去做1v1 就1v1 這樣的話你根本也沒有賺到太多的舔頭 對 我知道啦 可能他們在對內在賭注啦 就是今天這場我殺比較多人 我殺比你多 大家要拚人投訴就是了 對你就請我吃那個網品嘛 要拿MVP的獎金 哈哈哈哈 倒是能理解 是有可能 沒有啦 我們這個開個玩笑嘛 可能對內是這樣溝通 不太確定 那我們現在畫面帶到的是 TTS這邊獸皮 剛有觀測到在前面跑圈的AHQ喔 嗯 觀測了一波 然後選擇要往前對 其實他們現在也大部分的隊友都在圈耶 Kill戰隊 啊這是剛剛殘存的孤狼 對本身沒排水的情況下在這邊 只能夠狗生存積分了 看看能不能夠狗到第二名 對 這邊剩下鄧凱然後 在海上 基本上也不太會有人看他 而且他是很機警 就他並不是完全在船上去探頭 反而是 航行一下然後就下來 接下來泡在水裡面 躲避敵人的目光跟槍線 不過這要看下一圈怎麼樣說囉 他才能夠決定他要 怎麼樣來做下一圈的前進 嗯 這只能算是狗活啦 但是你也沒辦法拿到太多分數 不過他們也本來就只剩一個人了 看一下 TTS現在營運到另外一邊 阿神如果是你 是剩下那隻狼 你會選擇去做什麼樣的事情 相當現在差不多吧 哈哈哈 跟龜一個廁所其實內容是一樣的 就是選擇一片大海 或一個廁所 當作自己 修行的地方這樣 因為孤狼的選擇真的太少了 這也不能怪他 哇喔 這邊是被爆車帶走耶 欸 KNS的營運 呃 潛倒車嗎 不太確定 但還有三邊成員活著 是都來到了房區之內的 面對到的是在山脈區域的LIT喔 我們只能說LIT真的是打車大王喔 嗯 對 這個在車站上 特別特別拿手的 哇 每次只要有車經過他們都可以掃掉 或者是直接把車給炸爆 看起來 在這個 訓練上 不知道他們是有沒有特別 對這塊下功夫就是了 挺有趣的 但目前還在圈邊 而且是一個二二分線 二二分線的情況 還可以去抓到一些 就落單的人拿人頭 也算 運氣蠻好的 嗯 而且槍跑的把握程度也蠻高的 GX用了一個小技巧 蹲在了這個 汽車的車蓋旁邊 可以增加自己本身的這個高度 讓自己的槍線不會被圍牆卡到 啊 嗯 這是一個小技巧 感覺可以學起來的喔 如果有些還沒有學習起來的 這個觀眾朋友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 看老天爺會不會給鄧凱一個機會 有 還在還在 哈哈 看看能不能夠 他現在應該也沒有勇氣 再往岸邊靠得更近 是 嗯 就維持在那個地方先泡水泡一陣子 哈哈 那泡到角度 那皮都破了可能 哈哈 還可以活下去 哈哈 沒辦法 就要看你的水性了 那來看一下這裡 ND的坤 成功的跟QZL這邊對決有放倒人 然後另外的話 TTS也跟JUP打了起來 這邊是有一波的爆發 那看一下 ND這裡是要 捏雷 丟了過去丟YUU YUU往前拉掉 直接被逼出來之後被掃射 半殘狀態 看起來要倒了 只要做一點血 地形還是偏烈喔 是 特製的補槍位置的速度跟 Timing 都有點太慢了 應該救不到 那1v1就會是一個關鍵 是 剛剛看到冰槍已經慢慢趕了過來 手握的也是 我們的 物質 然後一波的掃射 欸 沒子彈了 哇兩邊都沒子彈的 Reload 很可惜 他剛剛開了進 讓自己的準心沒有辦法瞬間甩到敵人身上 如果 寬是成功一打二喔 嗯 一打二淘汰掉了QZ 北面競圈是被攔截了 相當可惜 AG這邊是走的馬路反倒是沒事 是的 在目前的這一圈來說的話 還算 腹地比較大喔 大部分的隊伍都可以去 佔據自己所要的一塊地 然後在 左下角的話 KNS跟 LIT有可能會有一波的碰撞 就是畫面現在所帶到的 嗯 兩邊看起來是在 互相觀測對方的情報喔 但 敵不動我不動 看起來 也比較難去直接一分勝負 然後兩邊後面都是有其他成員在的 LIT這裡 嗯 阿森如果你覺得 就以你的角度來說 現在的LIT 他們要做的是把 圈面給清掉 就包含是把KNS這邊給打掉呢 還是來到圈那一個 他們比較 好去掌控的位置先做扎點呢 他們很特別 他們捨棄掉了汽車 嗯 然後呢 他們想要打一個三進士 所以他們如你所說的一開始是 確定清圈邊 可是他們也不是 Always清圈邊 他要在差不多三進 第四圈的時候 出現了幾段圈形 他們要先進入到點內 扎一個位置 這會是他們目前 這個打法的核心 所以你會發現到說 他們捨棄掉的圈邊 往核心區域更做靠攏 通常有車子的話 你才有辦法在三進士的時候做提速 因為他們沒載具 所以他們得更快速的 提前用步兵移動的方式去做 這一個行為 嗯 沒錯 這邊 昆仁華開始來 把這邊的 包給填一下 剛剛一個1打2表現 但這車子已經開始冒煙了 那考慮一下要不要開 而在LIT的話 看起來他們確實也是要去 把自己的附地坑拱固好 看一下下一圈吧 因為圈已經快說到了 下一圈出來 如果是往右邊的話 LIT應該 可能要稍微再把自己的速度拉快一點 但他們如果一直沒有把K&S解決掉 那K&S就一直會是他們後面的親父大患 是 但如果往右邊刷的話 鄧凱會很開心 看看能不能夠繼續往右邊刷 因為已經快要收縮了 呵呵 嗯 是 K&S 哇這個timing 直接往臉上撞 那要出事了 哇你又來 哇 飛車這個掉頭 應該會 哎呦沒摔死欸 怎麼回事 對啊他 他為什麼要在車飛到一半都跳下來呢 對怎麼會沒摔死 有點 蠻讓我訝異的 不過你看到他後方嘉欣的位置 從高打低的一個屁股位 基本上是可以複數收割啦 他是想要跳下來然後站在屋頂上去掃LIT的人嗎 這人這腿也被放倒 不確定 不確定他剛才的行為是什麼 但我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K&S要全滅了 他們進入到的是一個LIT的包夾王 哈哈 哇一樣是沒有任何的偵測 然後就直接貿然的進點 就很容易會這樣崩盤 哇 你可以看到LIT跟剛才AG打出來的內容不一樣的地方是 其實UNG也是 他們會選擇EVE 然後讓對方有一個機會 那如果你輸掉的話 因為我們對槍EVE沒有人OS是贏的 對 所以這個時候你EVE輸掉你就會莫名的減圓 但LIT這邊是把人員拉到可以補槍的速度 他才進入到點內去做突破 這會是差異 所以那個導地人員還救得起來 所以他有辦法繼續維持四人滿邊的優勢 去處理下一圈 鄧凱還能活下去 對 LIT的這個機率性非常非常好 然後來右邊的這個鄧凱 因為這圈又是有包含海的部分 所以他沒有問題可以繼續活下去 下一圈的話 有可能會往偏 嗯 不好說 但他肯定要離陸地越來越近了 他可能要好好地做一下準備 那另外的話 TTS這裡則是在圈的偏核心位喔 嗯 這一把好看了 很多隊伍都是維持著三人以上的人數 對 不過我還是在 欸 先來看一下 我老久被看到了 被TTS抓到了 是 我還是想剛剛KNS那個飛車 如果他們有一個人真的挑在屋頂上 然後往下掃 那看起來還蠻秀的 看起來搞不好有機會打掉LIT的人 那看起來真的蠻秀的 可是很難吧 我不知道耶 有人會 理論上來講是判斷要這樣子打嗎 那他跟他的駕駛員要溝通得很好耶 你看我飛的時候你還要 確實地飛越這個屋頂 你速度還要夠快不能夠停下來 我才有辦法精準落定在這邊 對對對 這個難度也太高了 我只能說他們這個 就是一個喜歡極限運動的隊伍 以後就叫他們極限運動隊好了 嗯 看起來不錯 對那來看一下 這裡是在 AG的成員肥貓在海上游喔 可能是在海上剛剛想去舔空投 啊對空投在這 是粉紅色的空投箱 我覺得這個配色蠻好看的 哇這肥貓的造型也太帥了吧 是很帥 看一下他拿到什麼東西 是 我也是相當的好奇喔 這個OB也是專業喔 看一下這個 好像沒換槍 欸 那看起來應該是沒什麼 對他來講沒什麼幫助 欸空空如也 那就是有換槍啦 應該是撿到了 對不確定他換到了什麼槍 來看一下Ben這一邊 T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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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惜啊 還是被東泰的人員給反打了 本身Ben是一級頭盔的情況下 在綜藝劇的對象真的很害怕被包到頭 嗯 夏宇圈也掛出來了 各隊開始要動了 鄧凱你也是 這波雖然有刮水 但是其實鄧凱他的水域是沒有在裡面的 他其實可以開船 然後再往前呸 然後呢在在在繞邊 你說呸到那個切邊圈嗎 對對對對對 切邊切邊切邊 哦 對對對 稍微玩一下 不然的話 你在這邊也會被電掉 你還不如早點動 對 欸他其實已經那天狗活到剩下10隊了 所以其實他現在已經有拿下了一些分數了 是 還不夠還不夠 拿了1分 拿了1分 嗯 還不夠 看看進入到第7名 起碼才有辦法拿到2分 然後呢2分4分6分這樣子往上堆 是 他最理想的情況下是拿到第2名 12分 最理想 你是說因為路上就打成一團 對對對 然後說一個人把他 一直對我活下來把他收掉這樣 對 哇這一個燒很漂亮 可是對方已經順利進來了 所以 欸這個燒的效果 並沒有成功的cut住敵人 很可惜啊 很可惜 他是一個很好的想法 可是速度上來講 慢了一拍 如果再快個0.5到1秒的話 效果會更好 對 可能要預丟一點 然後把這個timing抓好 但側邊的話看到VG的人員 也過來想吃AHQ 現在在圈的左上 這邊獲勝的隊伍 能夠搶下左上的一個安全區 要往前推了 欸 幹嘛 在上面的位置 哇 這是紅 GX GX 濕潤了 我還以為是一顆手雷把它炸掉 也太帥了 是 K7宣告淘汰 AHQ跟G1X這裡的對決 正式展開了 然後VG看來是沒有要往前做推進的 先卡在那裡 這邊AHQ 手握短槍 小七想要當第一個打頭陣 直接衝前面 前面還有灰灰 但他們繞了一圈發現 欸 怎麼都沒人 那 GX的人員現在是從後面慢慢都摸了過去 可能他們想要去抓前面VG吧 因為VG剛剛在那個方向 嗯 但現在兩隊的交手其實都不太好打 隱憂會是GX在邊線的人員 高點位架槍的人士被電逼著得移動了 第五圈 這個很痛 不太能呆 是 欸 被炸到了 這邊金虹血量剩一半 他可能要先拉一下補 後面的隊友 輝輝過來做駕槍的協助 哇 大左翼的部分 抓到了負數的成員啊 輝輝是放倒了XPZ 而且把中央打殘 這一波的發揮很可以 哇 斯潤狀態很差 不然他現在的位置很關鍵 他要先打大補嗎 是 喔 不顯得來不及的 對方直接壓了一個大右翼 其實AHQ的四位也很漂亮 你知道嗎 他是選擇撈一個對方邊線看不到的位置 所以斯潤是完全被孤立了 被地形孤立了 他幫不到自己的隊友做駕槍 對 因為AHQ繞的是防務的另外一邊 不是要靠他的這一面喔 沒錯 所以他們應該也是有猜到說 欸 斯潤應該是在這個角度 那我這邊不要讓你有一個90度的槍線 嗯 他們判斷這是同一隊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的煙直接塞在了對方斯潤的位置 這波的判斷很可以 如果AHQ能夠拿下了這一波 那代表說他們在左半的優勢局 現在是可以更加去鞏固 但前面還有還有VG喔 然後現在畫面帶到的畫質 另外一邊 哈斯潤 一波的掃車 他一個EV3還是有機會的 還是有機會的 因為對方目前都是裸奔位 而且必須要經過他才能進拳 對 哇 他選擇 鋪了一個右下煙 但他正前方小氣已經摸到 他看到了 對方還開了車 這邊一定要快速解決第一隻 連續的預開 對方物資沒子彈了 AKM掏出來沒子彈很可惜 可惜 回還是到達了 他必須要在這台車子倒之前 先EV帶走一隻 才有辦法再打對方的載具第二隻 是 對 然後還得注意對方第三隻的 遠程交槍的這個槍線 靠著這顆樹去躲 難度很高 但有機會 沒錯 各種的探頭 預開已經是做到極致了 但沒有辦法把子彈給打到敵人身上 那就比較可惜一點 對方的人員已經到了 就成功被收掉 嗯 是 在前面的話小氣也是扛了很久 其實小氣在上一季的暴頭率 我這邊有做一個資料是 曾經有來到46%左右 有暴頭率 非常非常可怕 欸46%很高 其實很高 對 因為 大概兩到三槍 我就有一發暴頭 等於是說我的子彈打出去 基本上兩發就有一發左右是暴頭的 嗯 槍法非常非常的準 他不代表說他瞄頭線也都瞄得很準很準 LIT這邊是被VG給貼到 我不太確定VG這邊是 怎麼貼的耶 哇 沒有觀測到這邊有人嗎 還是打算做撞點 可是做撞點的過程中 金鴻這個建築區域以現在這個timing來說不好撞了 是 哇 很可惜啊VG HQ也被撞點了 面對到的是UNG 欸 金鴻這邊有打了一波 看起來揮揮已經倒下了 然後 金鴻跟小氣狀態不太好 這裡 跳射 哦 剩下小氣了哦 要1v2 對方要壓進來了 在這個邊 但是遠程的交槍 對方peak對方物資還是近身 打掉了他 非常大量的血量 物資兩發 瞬間reload 再打 哇 對 這是一個敵人自己過來接子彈 對方還有一隻 哇 那應該要想辦法補個狀態 然後先鞭尸 再後續處理這個EV 遠程交槍火旋也不給任何的機會 圈海刮在他們腳下 有IT要刺激了 是 看一下小氣這邊要表現哦 來到了自己比較好的狀態 拉起來了 然後子彈也reload完畢 對方是 若死先丟一個頭齒物 但是近一點的對決 他選擇要做突入 有沒有機會 一波的跳射 把對方趕走 哇 若死是選擇拉開來 可能是因為他的槍不是污汁嗎 他其實也有啊 奇怪 對啊 而且他被 哇 哇 嗚 他剛剛如果正面打 可能他覺得準心沒有滑到敵人身上嗎 所以跳走 嗯 其實剛剛這一波碰撞 小氣本來有機會贏了 但沒子彈了 呃 所以就被若死後面 直接掏 是掏了另外一把槍出來是不是 通常若死這個位置 面對到對方這樣壓 他會掏污汁去接啦 但你剛才看到若死他是選擇往後拉 所以想說他是不是只有不想想要避開 污汁比較強的近距離作戰 結果他 不想打完之後呢 換了污汁版殺 然後我想說奇怪 那你剛剛怎麼不拿污汁在這邊接 對 這樣 讓我覺得蠻訝異的 對 這就 欸 現在看一下這邊 有一波的近距離交戰喔 是 品萱 八線端有車 嗯 這台車是很調皮喔 他是出去 拉足一里 然後呢 抓一下情報 因為現在他們沒有任何一個往外推的可能性 那這樣子的話 UNG跟TTS 會玩的話啦 都會 呃 被電死不給這個分數 嗯 看起來沒太多機會 對沒太多機會了 沒太多機會了 這邊是火力車 直接下來 要抓 欸 這很大膽耶 這很大膽 直接過來打絞交是不是 這個是 這個真的太優勢的圈了 而且又滿邊 理論上來講不可能輸的 是 來到的是 我想說Winter有可能會打輸 欸這是單打耶 欸可以 漂亮漂亮 欸 可是 沒賺到 太可惜了 來不及 對 來不及 被隊友補槍喔 這邊兩顆人頭 LIT又再度拿下 是的 我們恭喜這把比賽吃雞的是 LIT 拿下的是 總共有 到13個擊殺數喔 13分 然後吃雞 UNG的話呢 拿到的是6殺 第二名 TTS的話 拿到的是 不錯的分數有9殺 拿到的是第三名 LIT這把是追到電圈外面來打 代表說 他們也不想要就這樣安穩的刺激 他可以冒一點風險 再去多賺個一兩分 剛好活下來的 這是兩隊不同的孤狼 如果他們是同一隊的話 其實 你以判斷這個圈 你就知道 沒得打 那就被電掉 那也不要去給對方這兩分 這其實 這兩分比較小看喔 因為在面對到 真正的一些 分數很緊湊的賽事當中喔 尤其是那種尾段般的晉級賽事 有時候真的是往往差那一兩分 我不過太多那種 差一兩分就能夠晉級的 真的 他們就會 很懊悔說 當時為什麼 我不多殺一兩個人 就一兩個人就夠了 或者是為什麼當時要失誤 就是 一些東西 修正就好 所以說這兩顆頭其實 也可以不用給 但是因為不同隊 所以都希望說 對方是 第三個被打掉 我第二個 相當可惜啦 LIT有抓到 敵人的這個心態 對 因為第三名我們說十分 那第二名是這個十二分嘛 第一名十五分 等於是會差兩分 其實就差一顆人頭 然後差兩分 算比較多 所以 才會在這個圈外去狗活 然後撐了這麼久 恭喜LIT 成功拿下了這把的 Winner winner chicken dinner 成功吃雞了 只能以LIT 在今天的表現來說的話 他們已經有吃到的是第三場 的一把雞 也就是我們的雞琴沙漠 然後以及是在第五把 目前的乒乓雪地 他們也成功的吃雞了 來看一下單場基本的部分 他們還是打了一個十三殺耶 其實很高耶 蠻驚人的 在圈邊部分的戰鬥 處理的蠻細膩 然後來到了是核心區域的佈局 他也打掉了一個要推進的隊伍 我沒記錯的話 是不是 突然有點忘記了 是KD還是KILL還是VG有點忘記 嗯 是 就是他們在那個 VG VG 主動退LIT 是 VG VG主動退LIT VG本來又打左上的AHQ 結果他們往右邊去退LIT 然後被LIT吃掉 對 包含是那一波的街團有成功打掉 應該是 那邊的3到4分 加上後續的2分 加減贈的話差不多4-5分 以及剛才在圈邊其實有撈到一點 Juplay的人頭跟卡點橋 甚至是還打掉K&S那三隻 對 K&S剛才有個那個 玩命關頭飛煙走壁的操作 也是被LIT抓了一個陣著 所以這些分數加一下 你會發現LIT的擊殺 就突然往上飆了 是而且你看這一把 他跟第二名AHQ的這個分數差距 就直接拉了11分回來 這代表說其實現在的分數差距 如果有看到總積分的話你就知道 肯定就是有拉開了一定的距離 等於是 真的是很難去追 不過 怎麼講呢 我覺得現在雖然說 很好看